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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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 今天还是谈不起 反弹力道不太够 我跟各位讲过 其实大家也不用一直担心指数 真的不用太担心指数 因为没有意义 因为有时候每天要跟各位来讲 讲这个指数 我最主要是 要预防 要告诉你什么时候会崩盘 假设崩盘的 假设这个准备要破底的 要崩盘 那还做什么 那就不要做股票 那麻烦 你要做的话 你就比较麻烦 那问题不会 没有 没帮盘 基数没帮盘 股票会帮盘 而已 基数会帮盘 没帮盘 看这就好了 这如果没帮盘 台湾就没帮盘 这如果有帮盘 台湾就帮盘 百分之一百 因为我已经跟各位解释过 外资的买跟卖动作 一定是看美国 保证 不会有例外的 你看最近外资不是有稍微买一点点吗 你以为他愿意买 他才不要买 不是有稍微买一点点吗 够减忙算 买一点点 今天也会买一点点 那为什么没有再扩大卖操了 为什么台积电他卖一卖以后 开始再买一点点 那连电也开始再买了 为什么 这是规定的 你以为他喜欢买 他才不要买 这是规定的 全职操方法就是一定要这样做 尤其是被动型基金 当美国股市大跌 他们一定会站在卖方 我讲的是外资 不是你 你不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如果美国股市大涨 他一定要买进 那现在美国股市刚开始在反弹 他还不叫大涨 那是反弹要谈不谈的 要涨不涨的 对不对 这一组是有稍微涨的 比较多一些 但是也不是很多 昨天也是开高走低 对不对 那这个是稻泉工业指数 党的比较多一点 也跌的比较少 因为只有30党 都是全职股 SP500指数 跌的比较少 它跌的比较少 至少这一段跌一半下来而已 这500党 这也是全职股 那这个为什么跌的比较多 它也是全职股 那为什么跌的比较多 因为这30党都一样 都是半导体 它们涨一起涨跌一起跌 那你SP500指数 跟稻泉工业指数 它不一样 它里面成分股很复杂 所以不会一起涨一起跌 那美国的科技股 NASDAQ指数 电头指数 它也是一样 它里面有非常多 不是科技股 很多是生技股 很多的传统产业股都有 它是电头指数 它也没有跌到底 原因在这里 那台湾以半导体为主 市值大部分都半导体 大部分都电子股 电子股大部分都半导体 那影响最大是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不会涨 大盘就不会涨 那你看今天的成交量 这种成交量 你现在怎么动 动得了吗 是不是都原地踏步 你只要看台积电就知道了 你只要看台积电 它连上个礼拜 这一根 它不是公布法轮说明会那天 那一天跑到578 就连这个点都没办法突破 这个点没办法突破 大盘怎么会突破 就不会突破这个点 你知道意思吗 但是我这样讲 我已经跟各位谈到 我个人认为 给你参考 我个人认为台积电 会反弹 我没有买台积电 但是我认为台积电会反弹 看起来是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已经开始在反弹 这个打下来以后 已经开始在反弹 这里面的30档成分股 大部分的股票都在反弹 所以台积电的ADR也会反弹 台积电也会反弹 但是我已经讲过了 台积电要反弹 我们先不要预设 台积电到底会不会过600块 或是怎么样 讲这个让那些 基本面的专家去讲就好 反正他们永远都是 基本面很好 让他们去讲就好了 台积电688块 也是基本面很好 552块也是基本面很好 反正他们永远只出一张嘴巴 说基本面很好 这样而已 有本事跟你讲买的价格 你每天都讲基本面很好 台积电你是要买688 还是要买552 买668就不太好 买552你还不见得保证能够赚钱 是什么叫基本面很好 我都听不懂 每天在说要做什么 说那不贪钱 股票市场是要有钱 有资金 它才会涨 要技术面很好才有用 要技术面 上涨是要靠钱的 要技术面好才有用 不是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大家可以买一样 你看最近很多主流股在哪里 我不是一直跟你讲主流股在哪里 什么叫主流股 市场里面有这么多的类股 二十几种类股 你如果要马上拿到基下 赚到钱 你绝对不要低接股票 因为低接的股票它就不是主流股 在破底的股票怎么是主流股 成交量低的股票怎么可能是主流股 这个前提要先记起来 那谁是主流股 我们来检视一下 它是不是主流股 应该不是吧 它是不是主流股 它是其中一个主流股 因为很清楚 已经滚亮 一直在滚亮 那我所谓的主流股 我不是说今天涨才是主流股 今天跌就不是 你要看整个趋势的方向 它是多头市场 所以这一组是主流股 那这一股主流股 你要在主流股里面找 更主流更强势的股票 去操作嘛 毕竟食品股里面也有很多股票 那食品股里面你要操作什么股票 你当然操作有价有量股票 对不对 那你也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主流股 好像不是 普普通通 它就是盘整 那今天台售台化这些股票 这个投信有买 这个是因为它有一档基金 它调整 调整它成分股 就是高股息的一个基金 调整成分股 所以台售台化 或者是有一些成分股 它会补 要补一些进来 或者是像富邦金 国泰金要补 或者是有几档散装的它要补 补全值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投信有买的一些股票 跟明天的涨市 跌市无关 因为它必须要把它补满 因为它调整 调整它成分股 这个是多讲的 你如果说这个就是纳入成分股 它一定要补回来 这个纳入成分股 它也要补 这个是我们看一下 它好像不是主流股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 不是很明显 但是至少人家打底 这个好像也不是 这个就是了 是哪一单位代表 当然也是 你把放股这支 这支你放股我也算不知道 你就很爱放股 你放股这支 你从这边你看 你看这边 这个很厉害 你看 很厉害 你在放股 如果说很厉害 也很厉害 很厉害 你看到这里 28块29块 才100多张 很好笑 昨天要压弓 每天去每天都要抗 每天都要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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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一万八千五百张 这都要抗很多 你看到 到一半都抗不住 稍微补一下 这个可能是说不了了 没办法 昨天又涨 对不对 所以减少了一千多张 今天还在这里 那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為了反對 看人家股票漲不爽 像很多 你也不用講說它基本面多好 普通 華新 哪有多好 也不要講什麼題材 那個大家都會 報紙看一看 大家都會知道 都會知道在變什麼 現在最近不是都要漲那個生技股 那當然一定還是很多人 不太高興去放空 快篩股也是給它放空 連這個藥局的現在也都漲了 賣藥的 原藥藥的 新藥的 都來的 醫療器材的 都漲了 大概說全部都漲了 漲了一遍了 是不是 那個就是人氣股 那個就是人氣 人氣股 這人氣股 你知道嗎 它是人氣股 化學生醫股 就人氣股 人氣股 你知道嗎 所以錢就往那邊跑嘛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電子股是不是人氣股 你看怎麼行 一點點也不行 這都是薑水啊 你看看這支薑水就知道了 這就是薑水了 這都是主流股 這很明顯不是啊 對不對 所以你操作電子股的概念 如果你現在要操作電子股的概念 你就是什麼 你等於是說概念就是說 你現在在買這些科技股 你等它放量 先買來等它放量喔 但是科技股裡面也有一些跑得比較快的啊 科技股有這麼一千多檔啊 那像這種 這種就是科技股裡面的放量的股票 比如說我這樣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放量的股票 有沒有看到 IC設計股 我現在沒有講基本面喔 像今天有稍微有一點放量的 有一點點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喔 或者是這檔投信再補了兩天的 雖然它一千多張 可是它相對之前一兩百張來講 它就是屬於放量 好不好 這個就是有些科技股裡面 它漸漸的形成一股力量 力量的意思嗎 那還有另外一個主流股在哪裡 是不是金融股 當然不是啊 這怎麼會是呢 這個就是 可是都有上引線 那成交量也沒有很明顯的放大 沒有很明顯啊 對不對 就是因為沒有很明顯 才不容易出現中長紅 才那麼多當衝貿客流上引線 你們有沒有看到 等到它開始滾量放上去的時候 衝出去的時候 你就準備要站在賣房了 因為這邊過不去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因為這裡滾的量太大了 這裡佔了四成的成交量 那這邊為什麼過不去 因為這一檔過不去 這次衝出去絕對不會過171 這都不要說了 這太遙遠了 這個別想了 這支最飯堂 只有這一檔有可能會通過高點 因為它距離這邊最近 這三檔股票裡面 只有這一檔股票 最有可能通過高點 那這一檔股票不會跑到這裡來 那它啊 它能夠跑一半就不錯了 所以你要買什麼高點 我幫你加嘛 那航運股裡面 不是只有貨櫃輪啊 它也有航空啊 所以航運股它 它入海空都有嘛 你看 漸漸漸漸的放量 這個是主流股 這個也是 這兩檔是一起講嘛 那航運股散裝的 是不是主流股 當然是啊 這個還不叫主流 這個不叫主流嗎 這個不叫主流嗎 這個不叫主流 那時候那可是 航運股都有上隱線耶 我跟你說啦 我在昨天也講過啦 我忽然台年輕人講過 你現在對於上隱線 下隱線的解讀嘛 要重新解讀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太多 當沖比例太高了 隨隨便便都六七成的當沖率 像以前的K線就比較單純 那沒有什麼 它當沖就是資券相抵 那現在都現股當沖 常常會有上隱線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 很多人這個散裝股 昨天外資 或昨天 昨天以前 比如說今天還沒有看到達安 還有啦 有部分已經 你現在像我錄影的時候 應該可以看到有一些 投訊的買賣鈔跟外資買賣鈔 很多都留上隱線對不對 可是法人是站在買房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都是當沖 很多都是當沖 不用太擔心 因為現在目前來講 你說我用星星來講就好 昨天不是上隱線 那你看這流星線很恐怖 你誤以為說這個已經被倒貨了 可是你要看它開盤一下 它開盤沒有跌破這個低點 就對了 所以像這個就是當沖的 你看這兩次都是一樣 也一樣 也一樣 雖然沒有通過這個高點 沒有通過這個高點 但是意思就是它沒有開低 還有今天打尾盤 還是有上隱線的 會揚也是 這些都是 對不對 都沒有開低的 就是說 昨天收盤價在這裡 它今天的開盤價 沒有開在昨天收盤價這裡 所以這不是倒貨 有的人很喜歡放空 為什麼 強勢股喜歡給它放空 我也不知道有的人就是這樣 為了反對而反對 我也不知道 就好像很多人都是沒事 也每天都在講 講長龍不好 每天都不好 每天都不好 永遠都不好 也不敢放空 你如果說它不好 你就把它放空 我們說真的 不要說它不好 我說它好 但是你說它不好 你常常就把它放空 歡迎 非常歡迎對眾 如果這樣還沒興趣 你也沒賺多少 我買128塊半 對不對 這個都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答節目時間 謝謝大家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資訊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所以 我講過了 因為這個很簡單 所以我就不講 因為這很簡單 基本面很簡單 最簡單的東西就是基本面 因為這個 一百二就看到 都看到 所以說這個不好 但是你要擔 你要懂 你要知道說 什麼股票是 每檔股票 你要了解它 比如說我們不用基本面來操作 可是我們很重視基本面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定要非常研究 透徹地研究這家公司 我們一定要了解它 營收、獲利什麼 展望我們都要知道 所以我說長榮一定會崩盤 就是因為我太了解基本面 以後一定崩盤 保證崩盤 長榮 我講長榮 你沒有聽錯 就跟大力光電一樣 所以我們的操作 我們非常的不重視基本面 我們甚至認為籌碼面 都比基本面重要 鷹派就是以紀式面為主 否則我講那些 強勢股、弱勢股幹什麼 如果只要跟你講基本面 我就說越跌越買 越跌本益比越高 便利啊 用這種股票用這種講法 那誰不會講呢 便利啊 現在很多生計股在興建 港幣每個股票都基本面很好 沒有嘛 生計股很多啊 很多種啊 去買生計股的人 難道說基本面很好 他才買嗎 我看不是吧 你去買那個快篩股 難道真的快篩股是 真的就基本面好到讓你不得不買嗎 這個也是快篩股啊 普通啊 這也是啊 你會知道嗎 金萬年啊 這啊 這快篩股啊 對不對 起到都已經變成什麼 都要用冠錢比 一支一支都要用冠錢了 起太用了 好不好 這快篩股 快篩股 漲完了以後變成什麼 連這個寫糖肌的也一樣啊 寫氧肌啊 寫氧肌啊 你看這也是都剛好啊 這做這個啊 衣材設備股啊 很多都都要去啊 很多啊 還有長到原藥料啦 新藥啦 連藥 現在陷藥薑也要去啊 對不對 這個啊 這個大樹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個還有什麼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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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性依吧 性依應該是性依吧 對不對 他也是啊 開藥房啊 啊 是不是 先起才說嘛 這是題材啊 跟基本面有很大的關係 沒有嘛 你明明知道的事情啊 你說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 那這是燙桂線啊 先起先講啊 不是說要解封以後 要可以旅遊了啦 旅行團可以出團 先起先贏嘛 他都沒有開始燙的 燙到沒有兩千錢 都沒有開始出團 就開始標了 就去 20幾塊去到60幾塊 就去兩倍了 這個 這個基本面 什麼關係啦 那基本面是燙幾角啦 要燙幾線啦 燙在那裡 燙在那裡 就是燙錢啦 說那要幹什麼 那基本面最高的股票 就你的啊 你套勞 你的股票最厲害 最高賺錢 落最多就是這支 這支也不算 很高賺耶 很高賺 但是賭不賭 講那個要什麼用呢 因為講業諜啊 不是這樣嗎 我有去批評嗎 現在很多投資朋友的IC設計股 難道就不是因為 他基本面很好 就不賣了嗎 就是因為基本面太好 才不賣啦 這個錯誤的觀念 很多投資朋友受害啦 現在IC設計股都被套勞了 就是因為他基本面很好啊 你才沒有 他才沒有賣啊 如果不好他 他早就賣了 問題是 當投資朋友要買一檔股票的時候 沒有不好的股票啦 你如果不好的股票啦 基本面不好你會買 你才沒那麼笨 你都是買那個基本面好的 我當然都知道啊 你怎麼可能會隨便買呢 問題是你買好股票 買到高的價格啊 你當然套勞 所以我要請各位注意 這一組你要注意 這個準備要噴出了 這一組 這一組輪流要噴出了 所有的裡面的陸海空 全部都是主流 他也是 他也是 這個都是回撤影要趕快買 這個更不用講 我每天都在說 這個還會再漲喔 這支還是 這支 看見就好了 這支最飯堂 還有這散裝的 散裝的 你不用管它 你不用管它怎麼 有上引線下引線 你都不要管它 你都不用管它上引線 這個都會通過了 這個上引線下引線 到時候都會突破 這支是主流股 他們壞公司 沒有好的公司 沒有賺錢的公司 不是啊 我也沒有跟你說 他賺多少 我講那個賺多少錢幹什麼 講長榮很會賺錢又不會漲 沒有用啊 所以我剛剛講到的 不管是航空股 或者是陸運海運貨運 貨貴輪的 或者是散裝的 或包含一些通路股 它整體性非常齊全 它力量很大 所以你現在知道主流股在哪裡了嗎 知道了吧 那電子科技股來講 不是 它裡面 它因為它範圍很大 所以如果你要操作電子科技股 要找那個成交量一直放大那些股票 比如說這樣子好了 將這檔股票 我稍微提一下 155塊我們通知會員買 我們這個禮拜 電子股只有 我們先買了這一檔 禮拜一買這一檔 然後另外一組會員買這一檔 就是這檔 在65塊的時候 這一檔是 這一檔是買在155塊 會員都在看 好不好 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台灣市民的片獸 台灣市民的片獸 就是 餘遊戲 台灣市民建幣 台市民建幣 募工 一路 我們的片獸 我們去打電話 其實在旅遊